农历春节之后,全台爆发严重缺血荒,各军协中心血液库存严重不足 还好在台湾协议基金会大力宣导下,本周稍稍舒缓 不过好景不长,血液库存量达标没几天 又因为强烈大陆冷气团影响,气温骤降,协议库存也跟着降低 过完年后,其实我们有一段时间非常非常缺血严重 但是因为上个礼拜基金会还有发一些缺血新闻 就是广为让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很缺血 然后那几天又有蛮多捐血人过来 所以我们的库存量曾经有到达七天 但是那个大概只会吃了一两天,又开始往下掉 因为前两天天气又开始变冷 所以捐血人就是又变得很少 那我们现在的库存量是六天 由于下周228廉价将展开 很多民众会利用厂价出游或出国 恐怕血荒危机会再度上演 因此新店捐血士呼吁 捐血士廉价不打烊 欢迎符合捐血条件的民众 踊跃晚起衣袖捐血 我们廉价不管是任何国庭假日 我们捐血士都是有作业的 那因为228廉价是四天 所以可能很多民众会出去游玩 但是医院的用血人是并不会因为廉价而暂停用血 所以如果大家留在台北 那有时间的话还是希望能够过来 让我们的库存量能够提高 新店捐血士服务时间为每天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 地址位在新店区明泉路95号六楼至二 有提供免费停车 恰讯的电话是2218-8867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